俄军队乌克兰中西部城市文尼查发动攻击 文尼查的国际机场遭到八枚飞弹完全摧毁 从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事发地点浓烟窜天 而从远处就可以看到因为爆炸产生的熊熊烈火 虽然说目前还不清楚伤亡的状况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跳出来谴责 当地也传出燃料基地遭到轰炸 至少造成一名男子死亡 泽伦斯基稍早也警告 称俄罗斯军队已经准备要轰炸 乌克兰的第三大城奥德萨 奥德萨是黑海的重要港口城市 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来 在乌克兰已经有多个重要设施遭到轰炸